看来现在摆在人类面前唯一能够解决危机的方法 就只有这条路了 观点看地走近神奇 这里是信不信有你 大家好 我是李明 11月17日 印度神童阿南德再次发布最新预言 这次预言讲得比较具体 因此参考性也比较大 但是此前每次分享阿南德最新预言 都有观众朋友留言说 阿南德的预言是胡说八道 阿南德是深层政府的人等等 其实从我们频道的角度来讲 包括我个人 分享阿南德的预言和阿南德本人 是不是深层政府的人 其实是没有任何关系的 因为阿南德的预言并不代表我们频道的立场 也不代表我本人的立场 我们只是分享一个视角 提供给大家一个参考斟酌的角度 目前世界各地的灾难层出不穷 令人目不暇迹 有的和我们非常贴近 比如新冠肺炎 有的离我们可能就比较遥远 比如森林大火 不在灾难发生地的朋友 可能很难理解深处灾难之中的人的处境和内心感受 曾经有过类似经历的人 就会用同理心来看待灾区的人和灾难本身 而且根据媒体的目前报道 阿南德的很多预言不仅神准地应验了 而且对很多人来讲 确实是一个很好的灾难预警 其实预言带给大家的并不完全是恐怖的信息和负能量 预言预言就是预先知道未来的预言 从古到经 预言最大的功能就是让明白人能够借此机会 洞悉灾难背后的原因 从而能趋吉避凶 因此我们的预言节目的目的也是如此 让所有能够看到我们节目的人 能够通过灾难 洞悉灾难背后的原因 能够意识到自己日常中 背离自然规律和天地大道的地方 进行自我调整 让自己顺应天道规律 从而能趋吉避凶 当然了 总是有人不想让人趋吉避凶的 这就需要观众朋友们用会心会眼来辨识了 好了 下面言归正传 从古到今 月时对人类生活和地球生态 都一直有着显著的影响 有些影响是正面的 有些是负面的 有些影响一般 有些对人类似乎没有产生什么影响 而阿南德在11月17日视频中 所发布的预言 讲的就是月时 他讲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天文实践 发生的实践就在上周 11月18日至19日 周四和周五 阿南德说 这是580年来最长的一次月片时 他认为 这次的月片时非常重要 将给地球带来短期和长期的重大影响 他说和历史上所有对人类产生各种影响的月时不同的是 这次的月时非常特殊 也非常例外 因为它是一个很长时间的月时 发生在一个非常重要的地缘政治区域 不仅如此呢 关键是这次的月时发生在了金牛座 阿南德还给大家提供了一个可以准确观测 这次月时时间和地点的网站 timeanddate.com 这个网站呢 可以提供在世界各地看到月时的地点 以及在哪些地方可以看到全月时 不过呢 印度大部分地区是看不到这次月时的 只有在东北部很小的一个区域 才能用肉眼看到这次月时 阿南德说 月时开始后啊 可以使用drinkpanchang.com 来确定特定的地理区域和月时开始的时间 阿南德说 这次月时会给印度和世界各地带来不同的影响 这次月时所带来的影响啊 也是火烧眉毛的影响 首先呢 就是对地缘政治 社会经济以及生物链的影响 阿南德说 这三大危机 是目前最紧迫的问题之一 阿南德从星象图中攫取了一张图片 来表示月时时间月亮的缺切位置 这次月时呢 位于占星书中的金牛座 阿南德说 金牛座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标志 它能帮助我们了解月时发生在金牛座 会给我们带来怎样的影响 有关经济方面的影响啊 首先会体现在房地产上 阿南德说 因为在真心述中 金牛座代表的是房地产 所以呢 房地产会受到很大的影响 他说 短期来看啊 房地产灾难的加剧 并不意味着负面影响非常严重 而是意味着 这个行业需要进行彻底的重新思考和再造 因此呢 整个房地产行业 不能再像现在的这种模式进行下去了 阿南德认为呢 这次月时的发生 将至房地产行业与灾难的重创之中 无论是短期还是长期的影响 灾难都将加剧 如果房地产行业或者一些特定的公司 在此时一意固行的话 一定会受到重创 而那些重新在自由领域进行再投资的多元化的公司 将会获得成功 至少能度过这个特殊的艰难时期 阿南德所说的房地产的短期影响呢 使得就是接下来的两到三个月 而长期影响 指的是接下来的两年 至少是接下来的一年 当房地产灾难来临的时候 我们应该做好应对大灾难的准备 接下来 阿南德谈到了地缘政治将要受到的影响 他说 这一次的月时 也向我们展示了 全球地缘政治将受到影响的迹象 中印问题将被加剧 这是因为月时对该地区会有特定的影响 尤其是在2022年的3月和4月之间 我们会看到美国和中国的关系 将会受到影响 这次月时 除了会影响房地产与房地产相关的多个行业外 阿南德说 他敢肯定 这次特殊的月时会给牲畜带来很多问题 特别是它会影响动物的健康 而且这种影响将是长期的 而不是短期的 尤其是这次月时是发生在金牛座 不过在短期内 尽管有一个非常强大的行星效应 会对印度的经济产生影响 但是从长远来看 阿南德却非常确定地说 这次月时带给印度经济的将是一个急躁 另外到了2022年的4月 因降雨量增加而导致的洪灾会特别的明显 对每个个人而言 这次月时也是必然会产生影响的 阿南德说 由于这次月时发生在金牛座 或者说是沾心树中的金牛座 在天蝎座就会产生相反的效果 如果不祈祷或者不冥想的话 在金牛座和天蝎座出生的人 都会受到这次月时的负面影响 阿南德建议说 出生于这两个星座的人 要特别的谨慎 需要采取某些补救措施 而最好的补救措施就是打坐了 打坐时能量会特别的强大 可以将月时带来的负面能量 转化为非常吉祥的状态 是一个进行灵性升华的好机会 中国是最早记录日月时的国家之一 早在上代的甲骨补词中 就有不少关于日时和月时的记录了 此后历代也都有官方的观察 以及记录日月时的传统 在现代科学的角度来看 日时和月时都被认为是很普遍的自然现象 但在中国古代的传统中 它们却都被认为是极为凶险的天象 这是因为地上的一切人和事乃至世道的兴衰更替和宇宙天体 都是对应的 都会在天象上有所显示 因此中国古代历朝历代的帝王都非常重视对天象的观测 在古籍的记载中 如果发生了日时对应的就是帝王的失德 如果发生了月时对应的就是国家刑律的混乱 在古代为了应对这些天象 皇帝都会采取一些相应的措施 来纠正自己的过时 即所谓的日时修德月时修行 否则就会遭到上天的惩罚 因此在中国的历史上 有不少皇帝遇到灾年或是自然灾害后 都会摘戒 抄露经书 下坠截照 来弥补德修的缺失 当皇帝真这样做的时候 情况就真的像阿南德所说的那样 被负面影响为吉祥了 在古代发生月时后 人们除了对自身的行为进行反思外 还有一系列的补救措施 周里记载说 旧日月则照亡古 就是说当日时或者月时发生后 要由周天子亲自击鼓 来驱逐托时月亮的怪物 直到清代雷古这一仪式 还是保留的非常完好的 尽管不需要皇帝亲自去击鼓了 但是这个礼制是必须到位的 康熙七年朝廷规定 月时旧护除有公务在身的 唐司官员以外 其余的大臣都要参加旧护仪式 乾隆四十七年的规定是 月时旧护为百官齐级旧护 意应肃福将士 以合奏古之意 伺候如遇日月时 应当穿巢服之漆 以着用束缚行礼 着为令 从此就将官员必须着束缚 参加旧护的制度给固定了下来 不过今天的人们 因为对科学的迷信 对待日时月时和古人就完全不同了 不知道大家发现没有 尽管现代科技发达 但是对待天体星球对地球的影响 人类已经不再像古人那样 采取什么救护的措施了 似乎离阿南德所说的 离由负面转为吉祥越走越远了 似乎看不到那些高高在上的国家元首们 谁会在这样的时刻反攻自省 能够意识到天灾乃上位者 得不配位的警示了 不过对于每一位个体的地球人来说 如果真能做到像古人那样反攻自省 修得思过就一定能逆转凶兆 风凶化吉的 希望每一位看到我这期节目的朋友 都能够在遭遇月时负面能量的时候 风凶化吉 大家认为可以做得到吗? 欢迎大家留言讨论哦 好了,我是李明 这里是信不信由你 分享视角,共享资讯 与您一起看世界 欢迎大家留言提问 也可以告诉我您想听的话题 谢谢您的收看 咱们下次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